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我们用Googlechance带大家来热搜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的国家是美国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热搜字眼是卡特 韦晨邦我们来分析一下 美国的前总统卡特是这个美国热搜关键子 他现年已经98岁了 那他透过这个非盈利的基金会来对外发布说 那他目前呢 已经不会再接受更多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支持性医疗会回家进行安宁照护 那来跟家人度过这个盛夏的时间啦 那因为他也就是已经高龄 这么这么已经98岁 这么高龄了 他是美国最年长的在世总统 那他其实呢 也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在他的这个任内 那这个这个我有经历过 美国跟中华民国的断交 后来又他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后来在1979年的时候 签署了台湾的关系法 那他如今因为这个其实也很高龄了 如果其实在人在年纪很大的时候 这个器官都有可能会衰竭或是衰退 有这样子的情形啦 那所以也是希望说他可以不要再受到其他的这个医疗 反而会造成他的痛苦 回家陪陪家人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安宁的度过最后一段时光 好我们来看英国的热搜话题 是这个阿特苏他是英超的足球明星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让人蛮难过 我们知道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界 在6号的时候发生瑞士规模7.8强症 那强症呢摇晃程度很可怕 所以很多楼房都倒塌 结果阿特苏就是其中一位罹难者 那他是在灾后的12天才找到 那找到的时候就是冰冷的遗体 那他非常年轻只有31岁 他在2022年9月的时候加入了这个土超哈塔伊体育 那其实他原本已经有想要离开这个土耳其联赛的想法 但就在这个月的5号有一场对上卡森搏杀的比赛里头 他成功在第97分钟的时候为球队欺净了一记自由球 所以球队就领先了 就他就回心转意想说好吧 那我就继续留在土耳其奋战 结果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一起大地震 好很难说这个早知如此对不对 但是你也很难预估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候 但如果当时他可能就还是有离开的想法 或许他现在就不在土耳其 就不在那个被倒塌的建筑物里头 对因为毕竟两个也只差一天而已 对所以真的是让人不胜唏嘘 所以英国成为了热搜话题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日本 那他们的这个热搜话题是熊本城的马拉松 那日本在19号的时候 这个熊本城举行的马拉松 那吸引了超过一万的这个民众来热情参与 那其实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呢 他们已经连续两年都是取消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有这么多的人很开心的 手舞足道 对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脱下口罩 然后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赛事 因为这一切就是除了有这个全马30公里 还有或甚至是你如果你只是这个初学者的话 你也可以只跑三公里来参加 感受一下这个疫情后 大口呼吸 然后自由的奔跑的这样子的活动 那其实在19号的时候 不只是熊本城有举行这个马拉松 日本当地包含了冲绳高知以及京都 都有举行这个马拉松的活动 也都是在疫情之后终于复办 那当然是可以为他们迎来很多的这个 这叫观光的人潮啦 但也大家很开心说 好像终于可以摆脱新冠疫情了 对啊伟承自己就是观光人潮之一 出差 然后之前也曾经去过日本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是往日本来冲 那日本国内的比赛跟活动 大家都也很关注 没有错 好接下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话题就是金融危机 这金融危机跟一个事情脱不了关系 就是通膨了 好我们来看南韩国家的总统计局 19号说 2022年酒类的平均价格 相较于2020年的同期 大幅上涨了5.7% 蛮多的 对啊 他说这是24年前金融危机大涨 11.5%以来 涨幅最大的一年哦 那包含像烧酒上涨了7.6% 啤酒上涨了5.5% 好我就来问伟承 你知道为什么南韩这么关心这个话题吗 如果去年去了两次南韩 怎么办又要被打了 对 对我去年下半年去了两次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体验南韩很有名的叫做什么 就是饮酒文化 他们下班之后是一滩接着一滩喝 从5点开始喝 喝到可能是半夜的两三点啦 那大家喝什么 当然就是喝啤酒 还有就是南韩的这个烧酒 因为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如果你最近有重新去韩国观光的话 应该会发现今年的烧酒的价格 比起前今年稍微贵了一点点 不过因为酒这个东西在南韩的价格 其实跟水的是在草草里面跟水是一样的 所以台湾人过去可能还是会觉得很便宜 因为可能才四五十块 但对于原本南韩人喝酒习惯了 可能会觉得突然这个支出变多了 最有感觉 因为像店内可能就会涨个一千韩元啦 对那像我朋友就说他们中午有时候出去吃饭 也会喝点酒 哇下午继续工作 真是蛮厉害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我问伟辰 我真是问对人 因为去过南韩两次 真的大家都想到很羡慕又很忌妒 然后理性饮酒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香港的热搜 对香港的热搜的关键字是王毅 那因为在这个前一阵子 有这个引爆大家讨论的 就是这个气球的这个话题 那在气球事件之后呢 美中的高层终于首度会面了 就在这个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还有这个中国国务委员王毅 那他们在印美方要求啦 在18号的时候高中高层是首度的来会面 那不过呢他也是属于一个非正式的接触 当然报导中有根据一个当外媒的报导就指出 王毅有表明中方的立场是在这个飞艇 方面的这个事件要求美方改弦跟章 正式解决滥用武力造成中美关系之间的损坏 但是呢就是这个用词当然是比较困难一点的改弦跟章 那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求美方重新做起 要求他们不要再把他们的不管是气球还是飞艇双方各自意思把他设下来 但是呢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也透过新闻稿表示 其实布林肯也是有回复说 他们这个明明就是高空侦查气球来入侵别人的领空 这件事情已经违反了别人的主权 也违反了国际法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显然双方尽管中高层会面了 不过还是一样找不到任何的平衡点可能关系越来越差 对我看各大报用什么针锋相对啊 从早炒到晚看起来就是美中各说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会延续啊 但可能下次不是气球是别的 接着我们来看台湾的热搜 哎蛮特别喔 台湾的热搜是这个NBA的犹他全明星的活动 因为第二天有一个灌篮大赛压轴登场 那有一位这个篮球网红他叫麦克朗 他是这个选秀落榜 但是现在效力发展联盟德拉瓦蓝一队喔 那为什么会让大家关注 因为他真的还蛮强的喔 在四个冠之中 他三度获得50分的满分喔 击败了替湖队的莫菲三世 成为历史首位夺下冠篮大赛冠军的发展联盟球员喔 那这是NBA二军的意思啦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很厉害 那因为大家会看他说他的年龄啊 他的身高是多少 其实他是24岁而已 那身高188 其实对于球队来说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突出 但他学历不错喔 他是德州理工大学的喔 那这一次大家就看到他的是第一冠啊 首轮第一冠首轮第二冠 然后再到决赛轮的第一冠第二冠等等的 我就发现他拥有一个超强的绝技 就是他有一个不科学的弹跳力 跳的很高 很会跳就对啦 这个就可能像有个弹簧这样子 我有认识就是一些健身房的朋友 他们其实这个篮球员啊 因为他有帮国内一些篮球员来进行训练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训练是专门在针对弹跳能力的 感觉弹跳能力这个膝盖也要不错 如果膝盖卡卡卡卡 好像不太能弹跳 好那他高中时期就靠着灌篮影片在网上报后 他的IG有88.1万的粉丝喔 其实比很多NBA的球员还有更多 所以台湾关注这个话题喔 我觉得台湾现在对于这个体育赛事也越来越有感觉了 对 尤其是因为这两年有很多的 魔兽啊 林书豪 对 所以这是台湾的热搜话题提供给您 好 我们看到来到新加坡 那他们的关键字就是又是有关这个体育的赛事喔 那因为在18号的时候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正在举行 那他们的关键字就是当天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队伍 那这个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的瓦尔维德以及阿森西奥 那他们这个这两位球员呢在做客奥萨苏娜的时候 以2比0来获胜了 不过在这场比赛其实大家球迷应该看的也是这个感觉心惊胆战 因为他们最后当然是2比0获胜啦 不过在这个双方在半场以前都还是0比0 有点这个谁也不让谁 好像有准备要进攻到了 然后结果好像这个传球没接住 然后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有进 但最后呢在下半场的时候黄马就是刚提到的这两位选手 也是这个火力全开为这个球队得到了2分 那所以就是击败了这个奥萨苏娜 那黄马在这个状况下是已经连赢了4场 以22场51分排在西甲的第二名 所以就是有点这个作恶忘义的感觉 只比这个榜首少5分而已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